哈囉瑩瑩 今天懷著什麼心情去參加Louisa的婚禮 當然是一個替她開心的心情 我覺得可以見證到她們由 初初在年輕人聊天擦出火花 到今天可以拉上天窗 好像真的看一部連續劇 你是不是見證著火花擦出來的 是啊 你有沒有找到煤的 你有沒有找到撥線的 哇! 就是講起這個煤人的問題 話說這兩天看新聞報道說 6號是半個煤人 我對此覺得有所保留 明明我也有份 還有隨時我更加大功勞 你撥得更厲害 是啊 你撥得更厲害 你做了什麼舉動 是不是真的要說得出來 有點害怕 有點害怕 但果然我知道要多說Louisa 免得她生氣 我其實原來在她們的愛情故事中 是一個橋段 就是當初Louisa邀請Keef的時候 Keef的回答也有說過 好啊 來做節目嘉賓挺好 可以找FYY拍照打卡 但後面原來我只不過是一個掩飾 你見到最後真正的抱得美人歸 還有她們遞成了一個天賜良縣 全靠我在中間做她們的故事情節之一 就是你的引子 是啊 其實那一集好像已經很久歷史了 嗯嗯嗯 就是她做嘉賓那一集 那一集已經是有狂犯的 你感覺到嗎 那一集還沒有的 還沒有的 就是自那一集開始 所以為什麼 我們年輕人在聊天 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愛情故事的起源 你今天是姊妹團嗎 是姊妹團之一 有沒有接到花球那一集 今天沒有拋花球那一集 為何不為你加設這個環節 而且今晚都留在美女 是啊 是不是reserve 了 我看Louisa寫的那個run down 就未見到有這個 我們稍後需要幫你願望嗎 幫你願求 我不需要了 謝謝 我不需要了 你今天也有任務 有啊有啊 我今天的任務 其中之一就是要為她們的opening 就開幕了 就是整個晚宴 同時也會中間上台說一些說話 就是講一下 就是對於她們兩個這個愛情故事 然後我們有些什麼感受 還有見證著她們這樣發展的經歷 是怎樣的 那你今天哭了沒有嗎 今天沒有 我只是要等到今晚先 你這麼安心是要唱歌捉獺嗎 我怕如果我唱歌捉獺會很多人哭 就不太好 不然就破壞了氣氛 還有今晚不用我唱歌 又好 這裡握高一點手 握上一點手 是 剛剛接觸過的 好繼續 好 還有今晚不需要我唱歌 因為有很多歌手 已經是表演嘉賓來唱歌 甚至好像有消息透露 新人都會落場 到底是怎樣形式去表演 就真的大家要期待一下 但今天都很戰鬥教授 是不是都想來默識一下 有沒有一些桃花 我今天如果想打扮漂亮一點 都是為了希望可以搭得起Louise 新人有沒有想介紹 男生給你認識 我就是兄弟團 那些技師一樣 兄弟團裡面有好幾位其實早已認識 哈哈哈哈 例如麥大力 還有鄭妖峰Leynard 好啊 是啊 而且就算主持都是6號 你看到都是一個固定班底 我記得這個班底 哈哈哈哈 當當認識一下 Aunty Uncle 挺好啊 今天認識了他們爸爸媽媽 很友善 新郎哥 你覺得新郎哥的主要是怎樣 哇 新郎哥 就是101分 非常好 不單是大家看到的高大威猛 英俊瀟灑之外 最重要的就是她疼Louisa 可以看到其實Louisa的 在婚禮上 每個細節都用心 所以Louisa其實都很忙 可能有很多事情要處理 但Keep永遠都會在旁邊 很關心她 甚至是無微不至 有時候見到Louisa 可能忘記拿到電話 不知放在哪裡 全部都有Aqib 在後面幫她管理好 你看到他們簡直是最佳拍檔 一個在前面衝 一個在後面 最佳的後盾